资质通鉴卷第254 唐纪七十 西宗慧圣公定孝皇帝中之上 广明元年十一月 河中都愚后王仲荣作乱 飘略方式巨空 宿州赐史刘汉红愿朝廷赏博 甲银 以汉红为浙东观察史 照河东节度史正从党 以本道兵守诸葛爽及代州四史诸梅 使南讨皇朝 以帽 以代北都统李卓为河阳节度史 初 皇朝将度怀 斗鲁传请以天平节月受朝 似其道阵讨之 卢写曰 盗贼无厌 虽语之节 不能指其飘掠 不若即发诸道兵 恶四周 便周节度史为都统 贼既钱不能入关 必还略怀哲 偷生海竹尔 从之 既而怀北相继告急 邪昌吉不出 惊师大孔 更深 东都奏皇朝入入周境 新有 以王仲荣全之河中留后 以河中节度史同平章室里都为太子少妇 汝正把劫治治都指挥时 齐克让 走皇朝自称天补大将军 转叠诸君云 各宜首累 勿犯无风 无将入东都 及至经义 自欲问罪 无欲众人 上召宰相一知 斗炉传催航 请发官内诸阵 及两神策君守同关 仁须日南志 上开言英 对宰相契下 官君荣使填令资奏 请选左右神策君功奴守守同关 臣自为都指挥 致致把劫使 上曰 侍卫将士不喜征战 恐未足用 令姿曰 西安路山够逆 玄宗姓蜀以弊之 崔汉约 陆山众才五万 彼之皇朝 不足言矣 斗炉传约 戈书汉以十五万众 不能守同关 仅皇朝众六十万 而同关又无戈书之兵 若令资未设计计 三川率臣 积令资复心 彼于玄宗则有备矣 上不义 为令资曰 轻且卫赈发兵守同关 适日 上姓左神策君 钦跃将士 令资见左军 马军将军张成范 右军 布军将军王师慧 左军兵马使赵科 赏赵剑三人 以成范为兵马先锋使 兼把节同关制制使 师慧为制制官塞良料使 科为够当寨诈使 令资为左右神策军 内外八镇 及诸道兵马都指挥 智智 昭讨等使 飞龙使 杨复公 为复使 鬼害 齐刻让奏 皇朝已入东都境 陈收军 退保同关 于关外置寨 将士 屡经战斗 九阀之处 周县残破 人烟待绝 东西南北不见亡人 洞内交逼 冰屑完毕 各司相驴 空一旦愧聚 其早遣君资及援君 上命玄两神策奴守 得二千八百人 领张成范等将以赴之 丁某 皇朝县东都 留守 刘允张 率百官营业 朝入城 烙问而已 屡里艳然 允张 乃之曾孙也 田令姿奏 目方氏人数千 以补两军 新卫 陕州奏 东都以宪 人参 以田令姿为 辱 晋将 同化都统 将左右军东讨 逝日 贼宪国州 以神策将 罗云稿为 和阳节度时 以州集为 中午节度时 初 须能浅 崖将 上菜秦宗全 调发至菜州 闻许州乱 脱云复难 悬木菜兵 遂竹刺史 聚其成 即周集为 节度时 即以宗全 为菜州刺史 以害 张成范等 将神策奴手 发京师 神策军士 皆 长安 傅家子 陆宦官 篡明 君籍 厚得 秉赐 但华一怒马 平氏使气 未常更战阵 闻当初征 父子聚气 多以金箔 故病方贫人带行 往往不能操兵 是日 尚遇张信门楼 临遣之 成范禁言 闻皇朝 永数十万之众 故行而兴 其客让以积足万人 依托关外 父浅臣以二千余人 屯于关上 有魏文为 溃响之计 以此巨贼 臣妾寒心 愿陛下促诸道精兵 早为祭园 上曰 清贝地行 兵寻至矣 丁丑 成范等至华州 会刺史陪贤鱼 喜宣舍观察史 军民皆逃入华山 城中索然 库州为尘埃蜀记 癞仓中有米千余湖 均是过三日凉而行 十二月更尘说 成范等至同观 搜经中 得村民白许 使运石积水 为首玉之辈 与其克让军结绝粮 士族莫有斗志 是日 皇朝前锋军抵官下 白旗满野 不见奇迹 克让羽战 贼小雀 俄尔朝至 举君大呼 升阵和化 克让栗战 自武至有十解 士族积慎 遂宣造 烧营而溃 克让走入关 官 官左右谷 平日 尽人往来 已 却征睡 为之 尽坑 贼至仓促 官军望守之 溃兵自古而入 谷中灌木寿藤 谷中灌密如之 一夕 见为坦途 成犯尽散其资囊 以己士族 秦史上表告集 称 臣 臣离京六日 家族未增一人 愧想未闻影响 到官之日 巨寇以来 以二千余人 举六十万众 外军击溃 踏开进坑 臣之失手 鼎获甘心 朝廷谋臣 溃炎合计 霍文陛下 已一夕寻 苟鸾鱼一动 则上下吐崩 臣敢以游生之躯 粉冒死之语 愿与禁密及载臣熟役 即征兵已旧官房 则高祖太宗之夜 数计有可扶持 使皇朝即安禄山之王 微臣圣戈书汉之死 辛四 贼吉公同官 成犯犀利聚之 自淫吉身 官上使尽 投石已击之 官外有天欠 贼屈民千余人入其中 掘土填之 须于吉平 引兵而渡 夜 纵火焚官楼俱进 成犯分兵八百人 使王师会守进坑 必至贼已入矣 人武弹 贼加攻同官 官上兵接溃 师会自杀 成犯便服甩鱼众脱走 至野狐拳 与奉天援兵二千计致 成犯替 成犯曰 如来晚矣 博也奉祥君还至魏桥 见所目新君依求温先 怒曰 此辈何功而然 我曹返洞内 遂略知 更为贼向导 以驱长安 贼之公同官也 朝廷以前 经兆引萧林 为东道转运良料事 林昌吉 请修官 便赫州私户 皇朝入化州 留其将桥前守之 河中留后王仲荣 请降于贼 鬼位 致以朝为天平节度士 贾身 以汉林学士成旨 尚书佐成王辉 为护部侍郎 汉林学士 护部侍郎陪彻 为公部侍郎 并同平章士 以卢邪为太子宾客 分私 田令姿 田令姿闻皇朝已入官 恐天子择己 乃归罪于邪而贬之 见徽彻为相 是兮邪引要死 撤修之从子也 百官退朝 闻乱兵入城 步路窜逆 令姿帅 帅神策兵五百 奉帝自金光门出 为福牧择寿四王 及非贫庶人从行 百官皆莫知之 上奔驰晝夜不息 从官多不能及 车架寄去 军士及方士民 进入府库到金箔 不时 皇朝前锋将柴存入长安 金武大将军张直方 率文武数十人 迎朝于坝上 朝成金庄金鱼 齐土解批发 约以红增 亦锦绣 执兵以从 甲济如流 资重色图 千里落意不绝 民家道俱观 上让利欲之约 皇王起兵 本为百姓 非如李氏不爱乳曹 乳曹但安居无孔 朝管于田令资地 齐土为道久 不生父 见贫者 往往失语之 居数日 各出大略 焚誓寺 杀人满街 朝不能进 尤增官吏 得者皆杀之 上驱落骨 凤翔节度使正田 夜上于道次 请车驾留凤翔 上曰 朕不欲密尔俱寇 且姓兴元 征兵以图收赋 请东汉贼封西府朱藩 究和临到免见大勋 田曰 道路梗塞 奏报难通 请得便宜从事 许之 物子 尚至蓄水 照牛婿 杨施丽 陈敬轩 欲以京城不守 且姓兴元 若贼士由盛 将姓成都 以欲为悖逆 耕吟 皇朝杀 唐宗室 在长安者 无一类 新卯 潮史入宫 仁臣 朝集皇帝位于韩元殿 化造增为滚衣 及战古数百 以戴金石之月 等丹丹丰 丹丹丰楼 下赤书 国号大旗 改元金筒 为广明之号 去唐下旗 而酌皇家日月 以为己福瑞 以为己福瑞 唐官三贫以上 西庭任 四贫以下 未如故 以七曹氏为皇后 太后 以上让为太位 兼中书令 赵章兼世中 催求杨夕谷 并同平章世 孟凯葛鸿为左右蒲业 之左右军事 废传谷为疏密室 以太常博士疲日修 为汉林学室 求宾之子也 十霸浙东观察室 在长安朝德尔向之 诸葛爽以戴北行营兵屯立扬 皇朝将荡山朱温 屯东卫桥 朝始温幼税之 爽岁祥于朝 温少孤贫 与兄玉存 随母王氏 以萧陷流崇家 崇硕吃乳之 崇母独连之 借家人曰 朱三非常人也 如曹擅欲之 朝以诸葛爽为和阳节度士 爽赋阵 罗元岗发兵拒之 士族皆契甲赢爽 元岗逃奔行载 正田环凤祥 正田环凤祥 找将左一巨贼 揭曰 贼士方斥 以且从容以似兵吉 奈徒收复 田曰 主君劝田陈贼呼 因闷觉铺地 咒伤其灭 自武至名淡 尚未能言 会朝使者以赦书至 监君袁静柔 于将左序力宣誓 带田曹表署名以谢朝 监君与朝使者宴 悦奏 将左以下皆哭 使者怪之 木克孙楚曰 以相公封闭不能来 故悲耳 民间闻者无不弃 田闻之曰 无故知人心尚未宴堂 贼授手无日矣 乃赐之血为表 前所亲见到亦行在 照将左欲以逆顺 皆听命 赴赐血与蒙 然后完成欠 善气谢 训士族 密约临到合兵讨贼 临到皆许诺发兵 会与凤祥 使进兵分阵观中者上数万 闻天子姓蜀无所归 田使人招之 皆往从田 田分财已结其心 军事大阵 丁友 车驾至兴元 找诸道各出全军 收复京师 几亥 皇朝下令 百官义赵张帝 投明贤者 赴其官 斗炉传崔杭 及左仆叶于从 右仆叶留业 太子少师陪审 御使中成赵蒙 行部侍郎礼团 经赵尹礼汤 护从不及 逆民间 朝搜祸 解杀之 广德公主曰 我唐氏之女 是与于蒲叶俱死 执贼刃不治 贼并杀之 法卢邪施 陆之于是 将作见正齐 库布郎中正戏 亦不臣贼 举家自杀 左君吾大将军张执方 随陈于朝 多纳亡命 逆公卿于复辟 朝杀之 初 疏密使杨复公 见楚氏和奸张俊 百太常博士 遣渡之圆外郎 皇朝逼同关 君避乱商山 上姓兴元 道中无公顿 汉阴令李康 以罗附九粮数百坨献之 从行君事使得时 上问康 轻为献令何能如是 对曰 臣不及此 乃张俊元外交臣 上赵俊亦行在 拜兵布郎中 义武节度时 王储存 闻长安失守 豪哭累日 不似照命 举君入园 前二千人见到 以星园为车驾 皇朝前十 皇朝前十 调发河中 前后数百人 立民不生其苦 王仲荣为仲曰 使无曲节 以书君府之患 仅调才不已 又将征兵 无王无日矣 不如发兵拒之 众皆以为然 乃西区朝使者杀之 朝前其将 朱温自铜州 帝黄叶自化州 河兵积河中 仲荣与战大破支 获梁帐四十余船 前十余王储存结盟 引兵迎于魏北 陈静轩闻车驾出兴 前不计三千奉迎 表请姓成都 时从兵尽多 星园处至不丰 田令姿亦劝上 尚从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 车驾发星园 家牛旭同平章士 陈静轩以护从之人 骄纵难治 由内缘小儿先至成都 由于行功 孝曰 人言西川是瞒 今日观之亦不饿 静轩直而障杀之 由是众皆肃然 静轩营业于路头观 新卫上至绵州 东川节度史杨诗历夜见 人参以兵部侍郎盘度之销构同平章士 郑田曰 正田曰前朔方节度史唐弘夫 京元节度史成宗楚 同讨黄朝 朝前其将王辉 积兆兆兆田 田展之 遣其子宁忌一行载 宁忌追及上于汉州 丁筹 丁筹 车架至成都 管于辅舍 上前史 簇高篇讨黄朝 道路相望 篇中不出兵 上至鼠 游记篇立功 照篇寻内赐史 及诸将有功者 自监察至尝试 听以末世除弃奏文 陪彻自贼中奔义行载 使百官未及 伐人草制 又时以岳鹏归 也田令姿而拜之 游士卓为汉林学士 张郡先亦拜令姿 令姿常赵宰相及朝贵饮酒 郡齿于众中拜令姿 乃鲜夜令姿谢酒 即宾客必及 令姿言曰 令姿与蟑螂中清酌一流 由长蒙中外 即律殿汝 何但改更 今日于饮处谢酒 则又不可 郡残聚无所容 二月以卯朔 以太子少师王朵 守司徒兼门下侍郎 同平章市 秉申 加郑田同平章市 加淮南节度史高平东面都统 加河东节度史正从党监市中 依前行营昭陶使 戴北监军陈景思 率沙陀酋长李友金 及萨戈安庆突玉魂诸部 入园京师 至降州 江济河 降州次使取诊 易沙陀也 为景思曰 贼士方圣未可清晋 不若且还带北募兵 遂于景思聚还燕门 以疏密使杨复光 为京西南面行营多建 皇朝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多余后 降兵攻邓州 三月辛亥县之 直次使赵介 因数邓州以鄂京香 仁子 嘉臣静宣同平张氏 嘉寅 静宣奏前 左皇头军使礼禅 降兵积黄朝 新游 以正田为京城四面诸君 行营都统 赐田赵 凡翻汉将士赴难有功者 并听以末赤除官 田奏以京元节度使 常宗楚为副都统 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 为行君司马 皇朝 皇朝遣其将上让王波 率众五万寇奉祥 田使洪夫 扶兵要害 自以兵数千 多张旗帜 书阵于高纲 贼以田书生 清之 古行而前 无腹行武 浮发 贼大败于龙尾碑 斩首二万余吉 浮诗数十里 有书上书省门为师 以朝贼者 尚让怒 应在省官及门族 习绝目道玄之 大所成中能为师者 尽杀之 识字者己见义 凡杀三千余人 取诊李友金至戴州 目兵于巡 得三万人 皆北方杂湖 屯于郭西 广汉报横 臣于有今不能至 有今乃睡晨景思曰 今遂有众数万 苟无微信之将以统之 终无成功 吴兄司徒父子 永略过人 为众所福 票计常奏天子设其罪 赵已为帅 则戴背之人 一挥响应 狂贼不足平也 景思已为然 前使亦行再言之 赵如所请 有今已五百计 积兆亦达达赢之 李克用 帅达达诸部 万人复之 群臣追从车架者 稍及成都 南北斯朝者 近二百人 诸道及四仪 贡献不绝 蜀中辅库充实 与京师无异 赏赐步伐 士族心悦 黄朝得王辉 逼已观 辉阳阴不从 月于逃奔河中 前人见道奉捐表亦行在 照以辉为兵部上书 前下隋节度使诸葛爽 父自和阳奉表自归 即已为和阳节度使 幼州次使拓拔司公 本党向枪也 纠和一下兵 会敷衍节度使李孝昌于夫州 同盟讨贼 奉迁镇使齐克简 前使亦正田求自孝 甲子 田传袭天下藩阵 和兵讨贼 使天子在属 照令不通 天下为朝廷不能复阵 既得田袭 正发兵应之 贼据不敢赴亏惊兮 下四月雾银朔 家王夺监士忠 以拓拔司公全之下隋节度使 黄朝以其将王梅为 宾宁节度使 宾州通塞镇将朱梅 起兵朱之 让别将李仲谷为节度使 自将兵讨朝 事实 唐弘夫屯魏北 王仲荣屯屯沙愿 王储存屯魏桥 拓拓司公屯五公 郑田屯周智 弘夫城隆尾之节 晋博长安 仁武 黄朝率众东走 成宗储先自严丘门入 弘夫济至 储存率瑞祖五千夜入城 方氏民喜 正欢呼出迎官军 或以瓦力鸡贼 或实践以攻官军 宗储等恐诸将分其功 不报奉祥夫下 军士士兵入地赦 略金箔祭切 储存令军士系白须为号 方氏少年或窃其号 以掠人 贼露宿罢上 凶之官军不整 且诸军不相继 引兵还席之 自诸门分入 大战长安中 宗储弘夫死 军士负重不能走 事已负重 事已败慎 死者十八九 储存收于众还迎 丁亥朝复入长安 怒民之助官军 纵兵屠杀 流血承川 为之喜成 于是诸军接退 贼士欲赤 贼所属同州刺史王浦 华州刺史乔迁 商州刺史宋炎 文朝契长安 皆率重奔邓州 诸温 诸温斩普迁 誓言 誓还商州 更吟 拓拔司公李孝昌 与贼占于土桥 不利 照以河中流后王仲荣 为节度使 贼重上皇朝尊号 曰 常天应运 起圣瑞文 宣武皇帝 有双智及广陵辐射 瞻者以为 野鸟来及 常义江空之兆 高贫物之 乃夷席四方 云江入讨皇朝 西发巡内兵八万 周二千艘 经其甲兵甚盛 五月以为 出屯东堂 朱将朔请行期 田托风韬为祖 或云十日不利 静不发 李克用迭河东 呈奉赵将兵五万讨皇朝 令聚遁地 正从党必成以备之 可用屯于坟东 从党靠落 及其资粮 累日不发 可用自治城下大呼 求与从党相见 从党登城谢之 贵害 父求发君赏己 从党以前千民 米千湖为之 假此 可用纵沙陀飘掠居民 城中大害 从党求救于 镇五节度时 弃毙张 张隐突厥 突欲魂救之 破沙陀两寨 刻用追战至 近阳城南 张隐兵入城 沙陀略阳驱 鱼刺而归 黄朝之刻长安夜 中午节度时 是周吉祥之 吉场夜宴 吉兆监君杨复光 左右曰 周共贼臣 将不利于内侍 不可枉 复光曰 是已如此 亦不图全 即亦之 久憨 即严吉本朝 复光弃下 良久曰 曰 丈夫 索赶者 恩义耳 公自匹夫为公侯 乃何 舍十八叶天子 而臣贼户 即亦流涕曰 无不能独具贼 古冒凤而心徒之 是 今日赵公 今日赵公 正为辞耳 因历久为盟 是昔 富光浅其养子手量 杀贼使者于义 十 秦宗全聚蔡州 不从吉命 富光将中武兵三千亿蔡州 睡宗全同举兵讨巢 宗全全 潜其将王书 将兵三千 从富光及邓州 逗留不尽 富光展之 并其军 分中武八千人为八都 潜崖将陆彦宏 晋辉 王健 韩健 张造 李师泰 庞从等八人将之 王健 武阳人 韩健 常社人 燕红 灰 灶 师太 皆许州人也 富光 帅八都与朱温湛 拜之 遂克 邓州 竹北至 兰桥而还 朝邑节度使高巡 会王仲荣 公化州 克之 六月 六月勿虚 以正前为司空 兼门下侍郎 同平章士 都统如故 李克用遇大禹 引兵北环 险新带二州 因流居带州 正从党 正从党 遣教练使 论安等 均白井 以备之 滨宁节度父使 朱梅 屯兴平 皇帝 皇朝将王波为兴平 美退屯奉天 及龙尾碑 西川黄头军使李禅 将万人 共贤将五千人 屯兴平 为二债 与皇朝战 屡节 陈敬轩 遣神机营史高人后 将二千人一支 九七月丁四 改元 射天下 更深 以汉林学士长旨 兵部侍郎为朝度 同平章式 论安自白井善环 正从党 不解薛山斩之 灭其族 更前都头温汉臣 将兵屯白井 契毙章引兵还阵物 初 车驾至长都 蜀君赏钱人三民 田令姿为行载都指挥处斥史 每四方共金箔 这班次从驾诸君无虚日 不负及蜀君 蜀君颇有怨言 并吟 令姿验土克都头 以金杯行酒 因赐之 朱都头皆拜而寿 西川黄头君使郭琪独捕寿 其言曰 朱将月寿奉料 封善有余 封善有余 长思难报 其感无厌 故蜀君与朱君同素位 而赏赖悬殊 预殊 颇有绝望 恐万一致变 愿君荣 简朱将之次 以君属君 使土克如衣 则上下姓慎 令姿默然有箭 曰 辱常有何功 对曰 其生长山东 征树边比 常于党向十七战 契丹十余战 金窗满身 有长征突欲魂 商邪长出 献逢复战 令姿乃自卓九 于别尊以赐旗 其知其毒 不得已再败引之 鬼杀一臂 瞬其血以解毒 吐黑之树生 遂率所不作乱 丁某焚掠方式 令姿奉天子保东城 闭门登楼 命诸君击之 其引兵还营 陈静宣 命都压衙安金山 降兵攻之 其夜突围出 奔广都 从兵皆溃 读听力一人从 西于江岸 其未听力曰 陈公之无无罪 陈公之无无罪 然君府惊扰 不可以莫之安也 如事无能始终 仅有以暴辱 如姬无印剑 以陈公月 郭其走渡江 我已见机之 坠水 师随 湍流下矣 得其印剑已现 陈公必聚如所言 榜玄印剑于是 已安重 如当或厚赏 无家亦保无恙 吾自此是广陵 归高宫 后数日 如可密以欲无家也 遂解印剑受之而异 听力以献敬宣 国勉其家 上日夕专与患者同处 以天下誓 待外臣书书博 耕武 左时以孟昭图上书以为 至安之代 狭尔游应同心 多难之时 中外游当一体 去东车驾西兴 不告难思 遂时宰相蒲叶以下 西为贼所图 独北思平善 旷进朝臣智者皆冒死齐驱 远奉军亲 所以自资同修等期 福建前夕黄头军作乱 陛下独语令资敬宣 集诸内臣必成登楼 并不照王夺以下 即受朝臣入城 一日又不对宰相 又不宣位朝臣 臣被未见官 至今未知圣公安否 狂殊荣乎 唐群臣不顾君上 罪顾当诛 若陛下不许群臣 余意安在 福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北思之天下 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 非北思之天子 北思未必尽可信 南思未必尽无用 其天子与宰相了无观赦 朝臣皆若路人 如此恐收复之期 上劳胜率 失路之事得以燕安 臣公批宠容 直在避意 遂遂事不见 而来者可追 输入令资禀不奏 新卫 矫照辟昭徒 加州私户 遣人陈于摩仪金 文者气色而莫敢言 敷言节度时李孝昌 全下周节度时拓拔司宫 屯东卫桥 皇朝遣诸瘟俱之 以一五节度时王储存 为东南面行营昭桃使 以宾宁节度富时珠梅 为节度时 八月即丑夜 行交流如枝或大如碑碗 至丁有乃指 五宁节度时之祥 且崖将石浦陈凡 将兵五千入关讨皇朝 二人皆祥所讲拔也 谱至东都 谱称祥命 赵师还宇凡和兵 徒和阴略正州而东 及彭城祥赢涝 靠赏甚厚 谱前所亲睡祥曰 众心见破 请供解印已相受 祥不能至 出居大鹏馆 谱自知流物 凡对谱曰 知谱也有会于徐人 不杀必成后悔 谱不许 宋祥归朝 凡辅甲于其里亭 并其家属杀之 照以谱为五宁流后 谱表凡为宿州赐事 凡道官贪虐 谱以都将张友代还 杀之 杨复光奏升蔡周为奉国君 以秦宗权为防御使 兽州 兽州徒者王旭 与魅夫刘行泉 聚众五百 道具本州 岳于 赴县光州 自称将军 有众万余人 秦宗权表为光州四世 故使现左王朝 吉地审归审之 皆以财契之名 旭以朝为君政 使典资粮 岳氏族信用之 高寻与皇朝将李祥 站于石桥 寻拜 奔河中 祥承上复取华州 朝以祥为华州赐事 以权之下随节度使 拓拔司公为节度使 宗正少庆 宗正少庆寺曹王归年 自南兆桓 票信上表款付 请西尊赵旨 李孝昌拓拔司公 与上让朱温 站于东魏桥 不利隐去 初 高平与镇海节度使周宝 拒出神策君 便以凶士宝 即便先跪有功 尽清之 继而风嚷相邻 朔征戏故 遂有戏 便喜宝入园京师 宝至周师以四知 怪其久步行 仿诸木刻或曰 高公姓朝廷多顾 有并吞江东之志 生云入园 其实未必非徒我也 已违背 宝未知信 使人掺便 疏无北上意 会便使人 约宝 面会 瓜州一军事 宝遂以言者为然 此己不枉 且未使者曰 无非立康 高公赋玉做家门功勋 以其朝廷也 田怒 父前使则保 何敢清武大臣 保购之曰 彼此 家将为节度使 辱为大臣 我起方门足也 由氏遂为身仇 偏留东唐百余日 照吕簇之 偏上表 托以保及浙东观察使 刘汉红将为后患 辛亥 父罢兵还府 其时无负难心 但欲让至极之一耳 高贫召石敬镇将董昌至广陵 欲遇之聚姬皇朝 昌将前流遂昌曰 管高公无讨贼心 不若以汉玉香里为辞而去之 昌从之 偏听昌还 会杭州刺史陆审中将之官 行至嘉兴 昌自石敬引兵入杭州 沈中聚而还 昌自称杭州都鸭崖之州市 遣将力请于周宝 宝不能至 表为杭州刺史 临海贼杜 临海贼杜 杜雄献 献胎州 新有 立皇子镇为贱王 昌一石将成林 杀高巡 引兵还聚陆州 天井观树将孟方丽 起兵公林 杀之 方丽千州人也 中武监军杨复光 屯武功 用家贼猪包献温州 奉降行军司马李昌炎 将本军屯兴平 使奉降仓库虚节 靠赵 靠赏稍薄 良愧不济 昌炎之府中兵少 因激怒其重 东十月 隐军还喜府城 正田登城与士族言 其重皆下马罗拜曰 向公成无父卧曹 天曰 行军苟能疾兵爱人 为国灭贼 亦可以顺手矣 乃以留物为之 即日西复行载 天平节度时 南面昭桃时 曹权长与贼战死 军中立其兄子存食为留后 十一月以四 孟凯诸温 习夫下二军于傅平 二军拜奔归本道 正田至凤州 雷表辞位 照以田为太子少妇分思 以李昌炎为凤祥节度行营招逃使 以门下侍郎同平章室陪彻 为厄月观察使 甲镇海节度使周宝同平章室 岁昌贼卢曹约县楚州 十二月 江西将敏续树湖南 还过潭州 主观察使礼遇自为留后 以感化留后食谱为节度使 此下周号定难军 初高贫镇京南 补武陵满雷满为牙将 领满军 从贫至淮南 陶归聚众千人 喜朗州 傻刺史崔柱 照以满为朗州留后 岁终 甩三四引兵寇京南 入其福 焚掠而去 大为惊人之患 邹西人周月 常于满列 蒸肉而斗 欲杀满 不果 闻满聚朗州 以聚众席恒州 逐刺史徐浩 照以阅为恒州刺史 石门满相环 亦及以老数千 攻陷李州 傻刺史屡字幕 自称刺史 王夺以高贫 为诸道都统 无心讨贼 自已身为首相 发奋请刑 恳款留涕 至于再三 尚许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 以王夺 简中书令 冲诸道行营都都统 全之一城节度时 四霸兵赴还政府 高贫弹领盐铁转运时 霸其都统及诸石 听王夺自闭降座 以太子少师崔安前为副都统 新卫 以周籍王仲荣为都都统 左右司马 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时 为左右新丰使 石浦为崔浅刚运租赴防恶使 以右神策观君荣使西门司公 为诸道行营都都建 又以王处存李孝昌拓拔司公 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 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建士 又以中书社人郑昌图 为一城节度行军司马 几世中郑郡为判官 指红文馆王团为推官 思勋园外郎陪志为长书记 昌图 从党之从祖兄弟 郡田之地 团余之曾孙 智坦之子也 又以陕国观察使王仲营 为东面都公军使 仲营仲荣之胸也 黄朝以朱温为同州刺室 令温自取之 二月 同州刺室米城奔河中 温岁拒之 吉某以太子少傅 分司正田为司空兼门下侍郎 同平章侍 照一行在 君物一以资之 以王朵盼护布侍 朱温寇和中 王仲荣击败之 以李昌岩为京城西面都统 朱眉为河南都统 京元节度使胡公宿轰 君中请命于都统王夺 常治以大将将军为留后 李克用寇玉州 三月 镇武节度使契弊章 奏与天德大同共讨克用 照正从党与相知应接 陈静宣多遣人立宪阵宿 为之寻世人 所治多所求取 有二人过滋阳阵 独无所求 朕将谢洪让夭之 不治 自已有罪 也 王入群道中 明诞 二人去 洪让实无罪也 不到使杨谦 又洪让出手 而止以送食 云讨及秦祸 以求公 静宣不知问 仗洪让己二十 定于西城二七日 尖由颇之 又以骄麻撤其窗 背及惨酷 见者冤之 又有穷州衙观千能 因公事为妻 避障 亡命为道 杨谦富佑之 能方出手 闻洪让之冤 大骂杨谦 发愤为道 趋略良民 不从者举家杀之 愉悦 众至万人 礼不武 蜀直吉 横行琼雅二周间 公献成义 所过徒弟 先是 蜀中少盗贼 自是分分静起 周献不能治 敬宣谦将杨行千 将三千人 胡洪略墨匡时 各将二千人已讨之 以右神策将军齐克俭 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 兼伯也奉天节度士 此夫方君号宝大 下四月甲午 家臣静宣监逝中 赫连夺李克举 于李克用战 不利 出 高便好神仙 有方式屡用之 左妖党亡命归便 便厚待之 不以君职 用之 泼阳茶商之子也 酒客广陵 熟其人情 鲁顶之辖 颇言公私利并 故便欲其之 稍加信任 便旧将梁钻 陈拱 冯寿 董锦 于公处 姚归李 素为便所厚 用之欲专权 尽以寄去之 便遂夺 夺钻兵 祖拱家 受尽公处 归礼 贤见书 用之又隐其党 张首一 诸葛音 供蛊货便 首一本仓景村民 以树干便 无所欲 穷困圣 用之未曰 但与吴同心 勿忧不富贵 遂见于便 便宠带 列于用之 因使自颇阳来 用之先言于便曰 与皇以公执事繁重 绰左右尊神义人 左公为礼 公善欲之 欲其久留 亦可迷以人间种植 明日 因夜间 诡辩风生 便宜为神 补严铁聚职 便言解 升职辈未尝得皆坐 因病风居 骚门不剃手 浓血满爪 便独语之同袭促息 传悲气而食 左右以为言 便曰 神仙以此示人耳 便有续犬 闻其兴会 多来尽之 便怪之 因笑曰 因常于玉皇前见之 别来数百年 游相识 便与正田有戏 用之为便曰 再向有钱见客来赐功者 尽喜质疑 便大聚 问济安出 用之曰 张先生 张先生 常学思数 可以预知 便请于首衣 首衣许诺 乃使便以妇人之福 潜于他室 而首衣 而首衣 带居便寒 寒踏中 夜至同气于阶 令坑然有声 又密以囊成至血 洒于云 洒于亭 如格斗之状 鸡蛋 效尾便曰 鸡落奴手 便气谢曰 鸡生于便 乃更生之会也 后酬以金宝 有销胜者 鹿用之 求严成见 便有蓝色 用之曰 用之非为圣也 尽得上仙疏云 有关键在严成井中 须亦灵观王取之 以圣上仙左右之人 欲使取剑耳 便乃许之 圣至箭数月 含义同匕首已现 用之箭齐首曰 此北地所配 得志 则百里之内 五兵不能犯 便乃是以诸玉 长制作鱼 用之自卫盘西真君 为首医乃赤松子 因乃葛将军 圣乃秦木公之序也 用之又克青石为奇字云 欲皇受白云先生高便 密令左右 指道愿相按 便得之 惊喜 用之曰 欲皇以公 焚修公柱 将补贞观 即鸾鹤不日当将此祭 用之等折现一满 比得陪床节 同归上青儿 事后 便于道愿亭中克木贺 食着与浮夸之 日夕齋轿 炼金烧丹 费以巨万计 用之微时 医指江阳厚土庙 举动祈祷 举动祈祷 即得志 白嫩崇大其妙 即江南公才之选 美军旅大事 以少老导之 用之又言神仙号楼居 睡便坐迎仙楼 匪十五万民 又坐沿河阁 搞巴掌 用之每对嫩 呵斥风雨 仰衣空气 云有神仙过云表 嫩者随而拜之 然长后路嫩左右 使似偏动静 共为期望 偏不知物 左右小有异议者 折为用之 献死不玄种 胆前俯应明指 口不敢言 便以用之如左右手 公思大小之事 皆决于用之 退嫩尽不孝 银行滥赏 填之正事 于是大坏矣 用之之上下愿份 恐有切发 请至寻察时 填及以用之领之 目显快者百于人 纵横驴相间 为之查此 民间喝漆利子 米不知之 用之欲夺人祸财 掠人妇女 折乌以叛逆 旁掠取福 杀其人而取之 所破灭者数百家 道路以墓 降励市民随家居 且重足摒弃 用之又欲以兵威 协制诸将 请悬目诸君 骁勇之士二万人 号左右墨爷都 便及以张首衣及用之 为左右墨爷君使 所至降励如帅父 气泄精力 衣装滑洁 每出入 道从尽千人 用之适切百于人 自奉奢米 用度不足 折留三思 刚书起家 用之由律人 谢其兼谋 乃言于便曰 神仙不难治 但恨学者不能觉俗类 故不肯降临耳 偏乃西去宾客 谢绝人士 宾客降丽皆不得见 有不得已见之者 皆先令沐浴摘服 然后见 拜起财币 以赴引出 由是用之得专行微服 无所忌惮 境内不复之有便宜 王夺将两川星园之君囤灵感寺 京园囤京西 亦定河中囤魏北 滨宁凤祥囤星平 宝大定难囤魏桥 中午囤武功 官军四级 皇朝事已簇 号令所行 不出同化 民必乱 接入深山 住债自保 农事俱费 长安城中 米斗值三十民 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 官军获值山寨之民欲之 人值数百民 以肥吉论驾